美国国防部亚太地区事务助理部长兰德尔·施埃福 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讲话时称 如果印度从俄罗斯购买大型武器系统 我们将非常担忧 我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能免受制裁 俄罗斯S-400防空飞弹系统 施埃福特别提到对印度购买S-400防空飞弹系统的担忧 他表示 美国承认印度与俄罗斯过去在国防方面的往来 但希望未来印度转向美国 根据美国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 美国可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第三国发起制裁 除了印度外 此前土耳其 沙特和卡达等国也因为准备采购S-400而受到美国的严厉警告 为何美国对俄治S-400防空系统如此紧张呢 S-400的先进作战能力是原因之一 该系统最大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 可以拦截弹道飞弹 战术飞机 巡航飞弹等各种目标 更关键的是 S-400这类大型防空系统从来不是单独作战 它必然会接入整体作战体系充当防空核心 这意味著沙特 卡达和土耳其等国一旦装备S-400 这些美国盟友的美制先进武器的数据 会源源不断地送到俄治防空系统上 在美国看来 这无疑将暴露美制武器的核心机密 特别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若S-400接入虎军作战系统 可能北约核心情报将完全裸露在俄罗斯人面前 另一方面 对于经济不景气的俄罗斯而言 武器出口是重要的外汇来源 为切断俄罗斯的这条外汇血管 美国不断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大力打压 近年来俄治武器的传统大客户 印度就是美国重点攻关对象 在美国的软硬坚持下 俄罗斯已丢掉了印度的多个武器大单 5.Yan 则